1.2 去到我理解的第四個方法 就是用十字相成,大家應該很陌生的 或者有些同學可能做到暑期的功課 究竟想怎樣做的題目 英文叫 Cross-method 如果你們記得我和你們講解的時候 這個因式分解或Factuation 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是看看任何東西要抽 抽供應式 第二個是分組 第三個是行等式 第四個是用十字相成 那十字相成是怎樣做的呢? 如果要解釋的話,用倒轉來解釋會比較好 即是我們做完這題目,再告訴你們 倒轉去解釋原理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先看看這幅圖 你會發現我每一個十字相成的題目都有這幅圖 我期望同學做功課的時候都有這幅圖 我們先看看x2-x加8x加15 我們先看x2-x加8x加15 x2-x加8x加15 這幅圖是沒有東西能抽的 即是公恩式沒有,分組也不能分離 這個沒有 行等式也不像 三個枫正式的裏面 但又不像行等式的 到最後,篩正是一個十字相成 十字相成要怎樣處理呢? 先講一個方法 方法就是看頭看尾 看頭看尾 尾的用另一種顏色 看頭看尾 這個講尾 這個講尾 這個講頭 前面講頭 橙色對橙色,綠色對綠色 然後再看看,x2次可以由什麼組成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x2次只能是x乘x 如果講整數,只能是x乘x 15可以怎樣呢? 15可以看,其實有些選擇 15可以是1乘15 或者可以是3乘5 有兩款 OK? 其實我們最終就看看這些數字組合 配合完之後 怎樣可以組成8x 其實主角最終想變成正8x 好了,我們譬如說 1和15 其實你想一下數字的感覺 1和15是比較 拉得闊一點的 兩個數字 OK? 1和15拉得闊一點的 所以其實如果中間的數字比較大 其實就像1乘15 8就叫做不湯不水 又不是大又不是小 那35呢? 可能35有些同學都很敏感 就是35就加上變8 是這樣想的 OK? 當然了,其實還有一些變化 有變化是什麼呢? 你要看一下 它最後一個是加15 加15 即是它可以是正正 或者是負負 即是說它不一定是正正 可以是負負也可以 OK? 但是當然了 這次正的機會大很多 因為 你最後一個是加 所以當然要正 好了,所謂十字的意思 即是x乘這塊 就變成加5x 加3乘這塊 就變成3x 好了 加3x 加 記住 你看到 我所有 我都不用特別去記錄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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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正的 中間一定是加 至於後面那塊是正還是負 到時才算 OK? 所以你記住 即是中間的負一定是加 但是可以加負數 好了 然後 最後 這個答案很容易 就是這個 乘這個 成這個 這樣就變成 x加3 x加5 這樣就完了 好了 用B部分做例子 做一次例子 x2-11x加10 好 又是x2次 就是這塊 然後 10就是這塊 你看 又是 前面一開始容易 x2次 只能夠是x乘x 好了 加10 就可以想 加10 可以寫 1乘10 當然是正數 也可以寫 2乘5 好了 但這次要11 不過要負 是嗎 11 是偏大的 我不算正負 是偏大的 傾向 就拿大數目 1和10 1 10 因為它是正10 正10 可以是兩個都正 或者兩個都負 但是它最後要負 最後要負 所以就是減 減 十字相成員 x乘這個 變成負10x 負1乘這個 變成負x 變成負11x 所以你就有了 x2次 減11x 加10 就等於 x-1 和x-10 OK 好了 例子7 例子7就是這個 x2次 這個 負8 這個 是這個 OK 好了 你看看 x2次 沒有選擇 兩個x 負8 可以寫成 1乘負8 當然可以是 負1乘8 或者是 2乘負4 或者是 4乘負2 可以這樣 有很多變化 你想想 這次 最後 x-x 不能選擇 負8 2 2 也不是很大 我們就選擇 接近一點的數目 不要去到那麼遠 1和8比較遠 2和4是比較近 你先寫 2和4 好了 最後要怎樣呢 我最後要正多一點 負少一點 而它本身是負8 負8 負8就是 負數是比較煩 因為負數可以怎樣 正負負正去想 現在負8 就是要正多一點 負少一點 很自然就這樣安排 不信的 乘分下來 負2x 這個 正4x turn out 變成正2x 那就和這個吻合 好了 x2次加2x 再選擇 反方法 就等於 括號 乘分括號 就是x-2 和這個x加4 那就完結了 好了 B part 這個 x2次-13x-14 也是同一個道理 x2次 這個x2次 這個x2次 後面 負14 這個是負14 好 接著再看看 x x x 負14 負14 可以寫作什麼呢 就是 1乘負14 或者是 負1乘14 或者是 2乘負7 或者是 負2乘7 OK 又是這個問題 你想要 那個號碼是大還是小 13是偏大的 OK 13偏大 接近14 偏大的 那我就會想這兩個 那我不管那麼多 先寫了 1和14 你不用先想了答案 你先寫下來 再看看 最後它負多一點 那我就應該負放在這裡 正放在上面 OK CrossMath 之後 x乘負14 變成負14x 1乘負14x 變成x 最後就是 x加負14x 就是負13x 就和這個吻合 所以x2乘負13x 再減14 等於 x加1 x減14 OK 然後 例子8 例子8 今次 煩一點 那一點就是 負x2乘負14x 今次 它是一個 一個 是負數來的 你要想多一點點 就是 這個 負x2 這個位 然後 綠色筆 這個 這個 這個位 好 如果這樣 負x2 就變成 1就是這樣 負x x 對不對 好 然後 負2 你可以想了 負2就是負1乘2 或者是1乘負2 試大一款 這次 你就真的要小心點想 因為你要想到 旁邊 最後是 加3x 最後是加3x 多的 為什麼呢 相對的 你後面才是負2 中間正3 那當然是 大一點的 大一點我們想 撐到它比較大 我們想 最後是正的 最後是正的 那我通常會怎樣想呢 就是 那我就要有一個是 1同2 那你可以 這個1 這個2 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了 1同2 那我要1正1負 但是最後 我想兩個加起來 是一個正3的東西 那我再解釋 不想要負數 那我就會 這個負 這個正 為什麼呢 這個負完 負x乘負2 是不是變成正2x 消失了 這個就變成x x加2x 就是3x 所以 負x2次 加3x 減2 就變成 負x加1 然後 x減2 拿這個答案 OK 好了 這個第八條 然後 第九條 第九條 就再複雜些 因為現在說的是 頭和尾 你都要考慮 這個要考慮 然後尾那個 又要考慮 OK 好了 那你計算了 3x2次變成什麼呢 局處是3x2和x 沒得選擇 是不是 然後2呢 你要考慮 2就是1和2 今次我不捨些組合 那你放 最後是7來的 7就算大的 是不是 如果7算大的 2 就應該放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2乘3就會變成6 數字比較接近7 是不是 如果你放1在下面 你會發現1和3都只不過是3 上面只剩2 應該不是 所以應該是這樣處理的 1和2 這樣放的 另外它要符號 這個是符號 就是說我最後要很多符 那你就要 -2-1 成員就變成正義 那Turn Out呢 這裡我開始把步驟簡潔了一些 -1乘x -x -2乘2 3x -6x 所以最後就變成 -7x 那你就有了 3x2次 -7x 加2 等於 3x-1 這個x-2 OK 好 接著第八條 第八條 除了呢 8x2次 和3 8 就是多些組合的 8 可以是1乘8 2乘4 但是前面 你也不用想正負 1乘8 2乘4 你又要猜 後面這個 就是-3 這個位置 其實最後是要小數字 你可以撞 撞錯也沒辦法 1乘8 比較極端 如果你要拆一個小數字 可能比較難 2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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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3 3乘1乘1 你想想 我最後想它小 3乘4 3乘4 1乘2 就很大 對面就不夠 cancel 令到2乘2 那麼小 所以3 應該放在下面 3乘1 3乘1 你看我沒有放正負 3乘6 4乘1 6乘4 6乘4 就接近了 變成2 1乘1乘1 最終是正的 當然是正多些 負少些 正3乘2 x 變成6x 所以你這樣去交叉的時候 就變成負寫x 這個變成正6x 又變成正2x 加上 8x 二次 加2x 減3 等於 這個乘這個 2x 減1 4x 加3 OK 好 例子10 這個就是負6x 二次 減33 x 減15 我建議你 如果你記得的話 第一件事 有沒有東西要抽 這次其實是有東西要抽的 因為 負6x 二次 減33x 減15 你起碼也要先抽負 6x 二次 加到33x 加到15 好 接著去組裝 6 憑感覺 1和6 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過我可能先撞2和3 2和3 2和3 2x 2x 3x 撞的 會不會有機會 16 有的 但沒有必勝的方法 做得多就會相對比較熟 我先寫2和3 如果發覺不對勁 1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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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5 然後變成33 即是數量很大 我便想 15x 1和15 15 15x 2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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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 2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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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加 1, 3x 加 15 這個就是例子 10 然後, 11 做法是接近的 但這次多了一個後面的東西 x 二次, 10y 二次 x 二次, 依然是 xx 10y 二次, 先不要這個 y 二次 10 二和5 記住中間, 最後是正的 10y 二次, 變成 2y 5y 正正 2y 5y 正正 接著再看, x 乘這個 5xy 這個乘這個 加 2xy Turnout 變成 7xy x 二次, 加 7xy 加 10y 二次 等於什麼呢? 括號, 成 括號 x 加 2y x 加 5y x 加 2y x 加 5y 這樣 接著, 例子 12 負二h 二次, 減 12k 二次, 加 10h 你會發現這些位置, 好像放得不太好看 我會第一時間把它放好看 即是未計算任何數之前 因為始終, 始終不像是一個 給你好好計算的樣子 一好計算的樣子, 通常都是正數 那我會怎樣呢? 首先, 抽個負二, 剩下 H 二次 這個, 加 6k 二次 這個, 抽個負二, 變成負五 H 二次 好了, 接著, 變成負二 H 二次, 減 5k 加 6k 二次 變成這樣 好, 然後 H 二次, 變成什麼呢? 那一定是 H 二次 6k 二次, 很自然都會想 2k 3k 因為你最後要 5k 好了, 由於它是 正6k 二次 那你要想, 可以是正正或者負負 那它最後要負數, 我就給它負負 那你就有負三個Hk 這個是負二兩個Hk 那你最後就變成負五個Hk 那你就有了, 等於負二 記住, 請負二 H 減 2k H 減 3k 就是這樣 OK 那你發現, 你的功課 多數就是 混合其他東西 那, 留意著 因為, 始終 Cross Method 或者是十字相成 其實你發現, 開頭那些沒什麼步驟 除了十字相成的 那些東西之外 其實你很難寫 Step 一到我到答案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想 考多你其他 兩樣東西混合在一起 你會不會做呢 主要是這麼多